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意无意老卡 今天是12月30号了 老卡的那个 拔板的那个 会员卡 还有两天就过期了 所以呢 我们俩今天去 拔场 再打会儿拔 今天比昨天冷一点 今天是零下11度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 看着路上多安静 你在加拿大人口这么少 还有每天这么多人确诊 他们都有多不思虑 咋不思虑 我觉得不错了 因为人家根本不带口罩 现在你看人人都带口罩 怎么说呢 重视还带口罩什么的 你看看其实我觉得一方面 你到房产厂 到中午看 大人孩子 尤其孩子很多 你真把那孩子都给圈起来 其实谁也受不了 而且呢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感冒 可能是比感冒严重 其实其实 就看你怎么宣传了 但你就是说 人人都在家里 中国可能还行 因为中国人 亚洲人爱攒点钱 都有点积蓄 你老外根本就长生不了 而且人性格上也长生不了 这就是没有自由 不宁死 屁的 今天天太好了 晴空万里 我们家距离拔场六十多公里 你能够五十多公里 我也不知道 你能够五十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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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打SKS 你敢着 那你挣肩膀了 操作力大多了 那也没带 要带两枪了 我带了 好 两枪都带了 咱那SKS的狙击镜 我可以卸一下 我就要用铁瞄来瞄 所以还得笑一笑 但是看着呢 应该也没做大事 回酒票 没有得俩点的狙击镜吗 那就明天再来 明天只有一天 你看啊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已经到这儿了 把这个老卡 把那个会员卡还拿错了 刚才就是比了半天 门没开 这一天 这真是事儿大了 临走天我还跟他说 我说对你检查一下 那个会员卡带没 他说带了 我这就没看 这不扯 跑了六十多公里 快点红去 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会员卡 还进不去 这一天天的 真让我超喜悟 行啊 我们就等于开车逛逛风景了 再来走 回家久了再来 明天我看人足 明天差不多能人足 但我出去一会儿人也能足 现在的时间我出去人这么少 现在把它都开了吧 跟它分散 咱那天那五十米没开嘛 他就有点激足 其实一般人没人打 就拿手枪打 手枪打鼓里面还有点长 那边有个手枪板 就是所以说那就是那五十米 那个人一般都是少 现在来看啊 回家还有 还有六十八公里 大约七十公里 往返一百四十公里 然后他再回去 就卡再来 或去二百八十公里 也为了打马 你以后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你干呢 不是我这是放心 我觉得你这都是准备好的东西 你这不可能错的事儿 你还错 带个安全卡来了 你跟他摆比了半天 刷卡门没开 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老卡 我说你查一下 看看今天这不要过云段了吗 我说你看那个法场开门 不营业吗 他这个都查了说营业 然后这个复养卡就带错了 他竟然能犯这错误 这以后我的任务间距了 啥事儿都得检查 给大家看一看啊 老卡来打枪 拿个啥卡来了 你这卡是干什么用的呀 干活用的呗 啊 干活用的 干啥活啊 啊 拿个这卡到那刷半天 哎呀 今天天这么好人还少 你说白来一趟 闹心不 咱要是回去再来 那就一天往返280公里了 明天再来吧 他还跟我说要打八张罚纸呢 哎呀 那天河里找个地方停了一下 天河里有啊 查一查 没法一有呢 你不可能放天河里 啊 看一呢 找点停了 老卡说早有牵盒的 有没有那卡 看看带了这么多东西 白带了 我这车已经成了垃圾车了 看看我这车的后座里 滑雪板 清 没有吧 不可能 你肯定得拿出去 白准备了 今天带了两把枪 好 我今天不可能 应该你都给挂到了 能挺的地上 是不太可能的 这枪还用卸去不 当然得卸 不要放缺里 别的锁着呢 有点 应该是只点钱 不符合规定 没啥规定不规定 然后是不安全 安全也不能 逛逛雪景挺好的 老车要去 哎呀 这离得稳应该很 得稳 待稳 近的话上那去